聖誕節快樂! 大家晚安,我是咖蛋 從12月15日開始 到1月6日的期間 島嶼會出現發光的蒸葉樹 如果過去搖晃這些樹 會有機率掉落聖誕裝飾品 共有三種顏色可以收集 金色、紅色跟藍色 紅色跟藍色的裝飾品掉落率是7.5% 金色裝飾品只有5%的掉落率 上面這個機率是動森的攻略本裡面寫的 但我的運氣好像還蠻不錯的 掉了好多金色裝飾品出來 這些裝飾品可以當作材料 用來製作聖誕節方程式的家具 聖誕節的方程式家具取得的方式有兩種 第一種方法是需要用彈弓來打氣球 有機率會從氣球的禮物盒中 收集到聖誕節的方程式 第二種方法我感覺比較容易 去拜訪小動物的家 看有沒有聖誕節的方程式 小動物它會直接送給你 如果島民做的聖誕方程式 剛好是玩家已經學過的DII 小動物就會送隨機顏色的裝飾品 給你用來當作製作聖誕家具的材料 拿到這個裝飾品之後 我嘗試把這些裝飾品 拿去豆里莉莉的商店賣 結果每一顆都只能賣50元零錢 金色藍色跟紅色的裝飾品 價格都相同 這種價位還是拿來做方程式 不要賣掉好了 另外在這個期間 玩家有機率在路邊被小動物叫住 他會送給你一些聖誕節的家具 滿幸運的就剛好遇到 拿到了一個花圈 還有今年動森2.0的更新 還增加了共五款的聖誕節方程式 裝飾桌燈 裝飾術 裝飾串連掛飾 特大裝飾 最後是裝飾的花罐 每個都超好看的 這些裝飾大部分都會發光 關燈看起來超級有氣氛的啦 除了裝飾花罐之外的新家具 都可以拿去工作台改色 顏色很多元 這樣子一字排開 燈光超級漂亮的 我還想說這個特大的裝飾 第一次看到有嚇到 好大 聖誕老人從煙松跳進來 看到這個應該會被嚇跑吧 還有除了這次2.0新增的 五種聖誕節方程式之外 去年就已經存在的聖誕節方程式 更有這15種類 其中的禮物堆 聖誕節包裝紙 要等到聖誕節的活動當天才能拿到 還有西式會在冬季播報時段 就會直接把這個裝飾花罐送給玩家 剩下的12種方程式 都是要用前面說的兩種方法 跟島民拿到或是打氣球來獲得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聖誕節快樂 Merry Christmas 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 掰掰 またね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